周星驰作为一代影响力超强的喜剧大师 可谓是身受圈内外歌人式的崇拜 再加上他本身的票房效应 这时很多人为参演他的电影 而挤破头去抢一个小角色 因此不要小瞧任何一位角色 他可能是你惹不起的存在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扒一扒 周星驰电影中都有哪些小角色 大背景的人物存在 第一位 董志华 说起董志华这个名字 可能大家会一连迷茫 但若讲起功夫中的五郎八卦棍 你是不是就会有所影响 董志华如今虽已退出江湖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他可是许多人心中的男神 是一代巨星的代表 因自小酷爱京剧 十岁时便被父母送去系统学习 后考入北京中央艺术团 专攻武术表演 由于在京剧 《大闹天空》中 扮演的孙悟空十分出彩 还曾被导演杨洁向中 邀请出演《西游记》 可由于电视剧拍摄 周期过长等原因 董志华最终还是军决出演 这才有了六小灵团版的孙悟空出世 我要一壮酒 一壮酒 好好好 我要一盘牛肉 一碗面 一碗面 一碗牛肉 一碗面 好好好 一大碗面 一大碗面 你也要一大碗面 而除此之外 她的老婆 金川一姐 王金花也是一大人物 曾捧红不少演员明星 如李彬彬 胡君等等 随着娱乐圈的快速发展 现如今 圈内的大半明星 与王金花 都有直接或近接的关系 而凭借着如此强大的背景 他们的儿子 董子健 也开始踏足娱乐圈 如今在圈内 俨然有了一席之地 第二位 孝华强 要说喜新爷的电影中 背景强大的客船演员 那饰演龙武的孝华强 绝对要算一个 孝华强的背景 我想不用多说 大家也都知道 那这位有钱有失的老板 为什么会亲自客船呢 龙武这个人 最早出现在电影《赌神》中 当时为了筹拍电影《赌神》 王金说服老板孝华强 以80万的高价 签下周远发 后有邀请刘德华 王祖贤等 诸位大咖作配 可大咖多了 难免会出现不好管理的现象 于是王金并将主意 打到了老板孝华强的头上 说服他来剧组 可穿一下真的场子 起初孝华强是逊绝的 还表明自己不喜欢演戏 可王金却说 随便打两下就行 于是这才有了面无表情 没几句台词 只会打两下的龙武 之后在与周星驰合作时 他也曾用龙武这个身份 在电影《赌侠》 以及《赌侠2之上海滩赌声》中出现过 第三位 黄瞻 这期瞻熟 大家首先想到的 肯定是他名下那些数不尽的金曲 可除了此曲创作外 他还酷爱在电影中客串 大碍于长相不出众的原因 他在电影中饰演的 大多都是些丑角 如在《花亭喜事》 《水浒孝传》等电影中 都是以贪官的形象 出现在大众眼前 再而说他饰演的最有名的角色 难莫过于《唐伯虎典秀箱》中 性格活泼的华太师了 之后他还曾在《桃学卫龙2》中 刻创一位被周青石信耍的牧师 第四位 古鸡鸡 说起古鸡鸡这个人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青石深雨萌萌》中的何淑环 还是《环珠格格3》中的勇琪 但其实除了演员这个身份外 他还是位实力派歌手 他自1994年进军乐坛后 就一路横扫各的奖项 还创下首次在宏馆开演唱会 就开了11场的记录 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古鸡鸡在钢塔组影坛时 曾在新野的电影中露过脸 在1994年的电影《破坏之王》中 古鸡鸡饰演一名火鸡 鄙视的他一脸青涩 但为了电影效果 他不得不挖掘自己的喜剧天赋 与其他演员一起做着夸张的表情 如今他成名多年 再次翻看这部电影时 只觉得他是既熟悉又陌生 第五位 江云成 在周星驰的众多电影中 《大华西游》系列 无疑是评分最高的一部电影了 要说在这部电影中 让小编印象最深的龙套角色 那绝对非忠心耿耿的 瞎子莫属了 帮主 你的七上拳全好了 对啊 为什么 我明白了 这七上拳的方法就是以毒共毒伤伤加伤 有道理 有道理 至于二当家呢 他是无信之师嘛 如果不是他听你小弟弟这两脚 你上演部这么快就好了 你这么回顾他 是不是跟他有一腿 瞎子的扮演者江云成 是导演王家卫与刘振伟的 御勇副导演 在这部电影中的许多细节 都是由他完成的 因此这部电影能成功 瞎子也是功不可没的 第六位 阿妹 《行云一条龙》 本是一部立鹏葛明辉的电影 可由于星爷对角色的 塑造力太强 硬是将一个可怜虫 不讨喜的角色塑造成了主角 看到一半本以为剧情不会再有起伏 可谁知龙套角色阿妹 竟出人意料地抢走了星爷的风头 在短短几十秒间 他向大众展示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演技 抽动了嘴角 伤心欲绝的表情 以及那满框的热泪 这一系列的表演 不知道吊打多少演员 你没错 你对我很好听 不过我不敢不喜欢你 大家都不合feel 什么不合feel 我可以改来咒你 咒你老母 一个AM一个FM 大家都不合channel 我可以转channel 真的老母 我们愿意尽 没 而他的真实身份 却是香港龙套组织的负责人 也是机缘巧合下 才被拉去拼唱客串的 屏幕前的你 知道星爷电影中 还有哪些大人物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若想了解的内容 请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你也可以动动小手 关注我们哦 拜拜 拜拜